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极大的可能将会受到感染 并需要使用呼吸机 而接种疫苗的人则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状况 重要的是不能增加住院人数 不能增加使用呼吸机的人数 以及不能增加死亡人数 接种疫苗的工作是预防病毒 而不是防止感染本身 薛拉利外交和对外经济部长希尔·多比德 在其公共主义上传的视频中表示 从周二起 俄罗斯籍的游客可以到薛拉利旅游 前提是 他们已经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就此他指出 薛拉利人在过去几周已经能够前往俄罗斯 前提是 他们能证明其新冠病毒检测成因性 并且他补充说 来自俄罗斯的游客也将帮助薛拉利重启经济 观点研究所所长阿格斯汀就关于薛拉利儿童保护法的全国代表生调查 向M1电台表示 在接受调查的一千名薛拉利人中 四分之三表示在幼儿园和公立学校进行同性教育活动 只能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就此 阿斯科听补充到 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同意 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财政部长瓦尔高米哈伊表示 政府通过赛切尼基金管理人 向薛拉利的各个初创企业提供100亿福林的补助 他说 这是薛拉利迄今为止最大的补助计划 他补充说 该计划的目的是在国家支持下 发展薛拉利初创公司和薛拉利经济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拉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